第24章 斩念斩 还是古尘先开口了 你先放手吧 弄得我怪不好意思的 水用摇甩掉了古尘的手 看不出来 你这人还挺封建的 那你盯着我的脸看 就不会觉得脸红吗 古尘只是笑笑 这些小事情你就不要计较了 话说你应该也是猎鬼者吧 怎么这么巧会出现在这里 难道事先就知道这里会出事吗 水用摇摇回道 我是听黄幽前辈说 这医院有个叫开档手的新人 要协助我调查师父死去的原因 所以今天想过来见你一面 我协助你 古尘好像又忍不住要笑了 那表情十分的欠揍 我猜猜 那你就是前任猫爷 傅定安的徒弟 查了几个月还毫无进展的水用摇吧 你 水用摇被说的一时气解 本以为古尘只是个普通的新人罢了 还想在鬼境中保护他呢 没想到却是这么恶劣的一个家伙 他冷横了一声 接着说道 听你的口气 你这是实力过人 我看你这个鬼 你就独自应对好了 说吧 他扭头就走 很快消失在了脚 转脚处 古尘笑着摇头 女人就是这样 不可理喻啊 黑暗中啊 立刻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 你不该让他走的 古尘手中啊 那闪着红色光芒的刀锋已经出现了 不过脸上还是睡不醒的模样 对付你啊 我一个人就够了 哼 不自量力 那女人的声音突然 已经到了古尘的身后 古尘的眼角只见一道白光闪过 似乎什么利刃从他的身后传了过来 他本能往左边一闪 本来以为他的速度绝对可以闪过这一击的 但不可置信的一幕出现了 一把利斧砍中了古尘的右肩 深深的香入到了肉中 锁骨被劈断的瞬间 一声催响传来了 鲜血并射而出 那血肉啊 就像是剁排骨时溅起的肉酱一样飞洒着 古尘捂着肩膀倒在了地上 他疼得快失去了知觉了 但脑中飞快的分析着各种可能性 很快他得出了结论 你 你毁灵能力 那女人俯视着倒在地上的古尘 她的身形从黑暗中渐渐的走了出来 只见她脸上戴着一张白色的笑脸面具 身着旗袍 苍白的手臂和大腿露在外边 手上拿着一把和她毫不相衬的双刃大斧 既然你也算是猎鬼者 我便让你死个名 五名买红羽 阴阳戒 墨岭三堂主 展面 红羽 红羽杀过很多猎鬼者 每次他都会告诉这些人他的名字 因为他觉得 如果一个人在死时根本不知道杀自己的人长什么样 那至少应该得到一个名字 他举起手中的立斧果断的麾下 但斧子却直接劈碎了地面 倒在地上的古尘突然消失了 打火机传来的声音 不远处的黑暗中亮起了一点火星 紧接着古尘舒服的吸着烟说着 哎 我说美女啊 老郑突发的心脏衰竭死亡 就是你造成的吧 跟死者家属交涉的工作 可是我替你做的啊 你让我相当不爽啊 杀那些根本没有灵食的人有什么目的吗 是你病态的爱好啊 还是该在搞什么阴谋诡计啊 红羽盯着古尘 他不得不在心里重新评估古尘的实力 这个烈鬼者的声音听上去很平稳 好像刚才受的伤没有造成任何的影响 肩膀的伤口也已经停止了流血 而最不可思议的是 是他明明中了自己的灵能力 竟还能自由行动 哼 受了我刚才的攻击还能站起来 看来你并不像看上去那样不堪一击啊 古尘啊 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 却得到一句挖苦 不过这也在意料之中 成口舌之力正是他的强项 他自然不甘示弱了 美女啊 我的确是想多躺一会儿来着 毕竟你身材不错 又穿着旗袍 我躺在下边呢 视野呢 也相对好一些 你个流氓 红羽向前蹭出了一步 身形瞬间来到古尘的面前 使然使的是斧啊 但他出手绝对不慢 又是白光一闪 斧子已经贴住了古尘的脖子 只是红羽依旧没有看到任何东西 古尘身形一闪 又退到了两米以外 叼着烟 无精打采的望着红羽 我想你现在肯定有问题要问我吧 红羽心中 手 心中火起啊 举起一手 口中默念着肉羽 然后低头喝了一声 哟 古尘的周围突然鬼影朔朔 黑色的鬼气缠绕在他的身上 他感觉就如至深陷泥潭一般难以动态 不过状态依旧镇定自若 你不好意思问也不要紧 我依然可以解答你的疑惑 你的灵能力应该是对神经的干扰吧 红羽还是不去理他 手中的斧刃上下逐渐有白光亮起 他单手一挥一道白色的光阵就朝古尘袭了过去 通过对我的神经系统干扰 从而使距离感方向感平衡感全部发生偏差 甚至会南辕北辙 古尘边说着轻松的躲过了光阵 鬼气的束缚不知何时已经消失了 你这个能力很厉害的 不过也不是没有办法应对 简单的说只要习惯就好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还能行动的原因 古尘一边闪躲着红羽接二连三的光阵 一边语气轻松的说道 那红羽暗暗心惊 古尘在短时间内就看出了 他的灵能力已经是很惊人了 没想到他竟然还能完全破解 并且无视这个能力 他那句只要习惯就好了 简直是可怕至极 一个人的神经系统在念展这个能力的影响下 就好比是十米外的东西会被看成是一百米 想要望左移动 身体却会往前或者往右 甚至最基本的走路动作都需要完全不同的平衡感来支持 古尘躺在地上的时候 立刻习惯了现在身体的动作 既想要望右移动 就对大脑下达向左移动的命令 一百米外的东西看成是十米 并且重新适应了身体的平衡感等等 美女 你要是一直不搭理我 那我可要认真一点了 到时候 嘿嘿嘿嘿 古尘说着摆出一副无比猥琐邪恶的模样 到时候 我就把你抓起来 慢慢拷问 嗯 嘿嘿嘿 看他的样子 就差从嘴角流出几滴口水下来了 然后自己伸舌头舔干净 这红雨停下了攻势 他看着古尘白大挂上的胸卡说道 古尘 绰号是开张首饰吗 我会记住你的 他说吧 就退向了黑暗之中 短短几秒 零时就全然的消失了 鬼境也随之消退 古尘收起了武器 脸色突然变得很凝重 他走过走廊的转角 推开一扇门 便回到了现实世界 水影摇坐在走廊的座位上看杂志 古尘走到他旁边坐下 他只是不冷不热的说了句 钢手 你好像让他给跑了 古尘把烟灰 烟掐灭掉 面无表情的说道 我许张声势 好不容易才把他吓跑的 还以为这次要玩完了呢 水影摇还是漫不肩漫不关心的翻着杂志 我怎么看你现在挺好啊 只是肩膀上破了点皮而已 喂 你干什么呀 古尘突然就把头靠在了水影摇的肩膀上 这突如其来的一手让水影摇不知所措 我受了很重的伤 已经不能动了 麻烦送我去楼上抢救 抢救的旧字还没说完 古尘呢就闭着眼睛 声音越来越轻 最后就昏了过去 喂 你没事吧 喂 你快醒醒啊 当古尘倒在水影摇怀里的时候 他才发现古尘脸色是苍白如纸 而他肩上那个看上去并不严重的伤口 突然间涌出了大量的血液 第二十五章 最初的调查 咋的啊 莫领吗 吕平若有所思的念叨 你这次还真是命大 莫领的唐主级别可是厉害得紧啊 不是命大 是战术运用得大 哎呀 疼死我了 古尘躺在床上 用左手飞快的操作着手机 水影摇在一旁说的 男人就是这样 明明是侥幸逃生的 却还有嘴硬 古尘好像根本没听见这话 继续着手头上的事 吕平又说 我一直想要问你 你究竟用了什么方法可以在战斗时前 无视自己受到的伤害呢 古尘手上不停答道 这是顿家天说的一种技巧 并不是完全无视伤痛 而是瞬间治疗 啥的啊 瞬间治疗 还有这么几天的法素啊 当然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几天了 这瞬间的治疗法术啊 其实很冒险 万一有个眼闪失啊 就会造成今天这样的结果 难道这法术 失败会造成反思啊 飞也飞也 我来解释一下啊 瞬间治疗的原理呢 是让局部的细胞 分裂速度加快 普通人一个月才能好的伤呢 可以在短短几秒内愈合 不过这样做是有代价的 简单的说 就是寿命减短 按常理来说 如果我平凡使用瞬间治疗的话 可能不到三十岁就会死掉 但我找到解决的方案 即使用灵力来代替身体的消耗 宇平听得似懂非懂一言不发 古尘见他这样 又一次投去了鄙视的目光 水应遥响了几秒问道 你的意思是 你已经掌握了灵体合一的高级运用 吕平立刻恍然大悟般大声说道 不会吧 这你也行 我要是行啊 就不会躺在这里跟你说话了 顿甲天书上记载的只是瞬间治疗的原理 并没有具体的说使用方法 我这个人比较怕死 研究了很久 终于想出了这个方法 但还不完善呢 我的灵石远没有你们这帮家伙来的强大 灵体合一的程度 也急不上那个没脸的美女 有时会出现无法把灵完全锯成体的状态 于是伤口在不久后再次破裂 水应遥听罢 起身朝门口走去 最后只冷冷的留下一句 既然你这没有大碍 我还有许多事要做呢 恕不奉陪了 古尘放下了手机歪着头 看着水应遥的背影消失在视线中 脸上不自觉的微笑起来 吕平问道 你笑啥呀 我笑他呗 他有啥好笑的呀 古尘抬头望着天花板 脸上依旧在笑 说了你也不懂 吕平这种粗细条的家伙 对复杂的理想 知识是难以理解的 但直觉非常灵敏 他露出一个男人都懂的笑容 我说小古啊 你是不是看着人家来 古尘继续玩起他的手机 对啊 吕平一愣 没想到古尘那么干脆就承认了 但是我看他好像不太爱搭理你啊 他这叫掩饰 我看你是自我感觉太好 老吕啊 你就是太不了解女人的心了 所以你老婆才会跟你离婚的 吕平惊喜道 咋的啊 我离婚你也知道 你怎有特意功能啊 古尘懒洋洋的回答 这种事呢 我第一次见你就知道了 看你手指上明显有一块皮肤的颜色 是较淡的 以前肯定戴过结婚戒指 依你的性格 搞婚外恋那是难如登天 十有八九是被甩掉的 估计也和你干这行有关系 但主要的原因 肯定是你一点都不关心人家 或者你根本不在乎他 之类的女人潜台词 无非就那几句 你欠离婚协议时的表情 我都能想出来 再看你钱包里那张小男孩照片 估计孩子也快上小学了吧 我再猜猜啊 那法院该不会怕你不准见小孩吧 吕萍越听越心惊 居然每件事都被他说中了 他把那张胡茶布满的硬汉大脸 凑到古尘面前 摆出十分凶个的表情 道 你子到底太妥了啊 古尘连眼皮都不抬一下 放心 我这人不习惯到处说别人的感情生活 这话言下之意就是 你也别把我的事情传出去 要不然咱俩就摊牌 李玉平发现自己 实在不是这家伙的对手 在这个问题上 纠结下去早晚会被玩死的 所以做回原味转移了话题 哎 听说黄游让你去查那傅安定的样子呀 是啊 你和水英和瑶都那么靠不住 那也只有我来搞定了 古尘的每句话都让李平吓一跳 他可是作为暗线在秘密调查的 这件事只有宋帝王于安才知道 连黄游都不清楚 你一定想问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其实这基本都是明摆着的事 傅安定离奇死亡 躯干中的内脏全部消失 连全身的皮都被挖了 却一点未找到原因 作为一个城市的最高称号持有者 这样的词法啊 是显然使猎鬼界有了不小的震动 而他的徒弟水英瑶呢 几个月前刚刚从祥义毕业 是不是 当时正在国外参加参考呢 根本不知道这个消息 于是你来了 石殿阎王来时啊 暂时处理他的工作 我想也没人会感到奇怪 其实你真正的使命 就是来调查这件事了 我有九成把握啊 就是宋帝王那老胡 啊不对 他老人家呢 派你来的 但是直到水英摇灰果 你还是没有查出什么 目前为止 我说的都对吧 吕平只好点头 他心里已经承认了 这个古臣实在是太厉害了 现在这个事件的调查 古臣才是老大的 而水英摇回来查了三个月 依旧没有进展 事情陷入了僵局 于是老于他亲自来了 我想他还是查出了一点眉目的 嗯 那就是和我实习的这所医院有关系 吕平瞪大了眼睛 说道 哎呦我去 老弟你真神了你啊 古臣接着说 你第一次见到我就是正好在这里做调查吧 考虑到现在猎鬼者难找 而且我可能对调查有帮助 你就决定拉上我上贼船 找来余佬 帮你做参谋 结果你们发现 一不小心捡了个诸葛亮 哎 那现在你调查到什么眉目没有啊 你这简直就是废话 我今天一大早上上班就是给人家来砍了 哦 别担心 两天后的八强赛 我还是可以参加的 不过右手是不能用了 你还要参加信任评估啊 那当然了 只用单手就会更有趣了 好了 以上就是为大家播讲的鬼喊抓鬼第24章25章的故事 预知后事如何呢 我们休息两分钟 稍后继续播讲 感谢大家的收听 感谢大家的收听